火灾发生以后 上海市迅速调集了25个消防中队的61辆消防车前往铺救 从火场疏散和营救出居民100多人 附近两栋居民楼内的居民全部被安全转移 截至到下午6点半左右 这场大火已经基本熄灭 目前火灾造成已确认死亡人数是49人 事故原因仍然在调查中